究竟还要死多少人 政府才愿意做出改变 一句话道尽消防员心酸 民进党中央前再度聚集 多位消防员 萧苏惠理事张勇为 讲到机动处甚至哽咽落泪 别人在逃出来的时候 别人的出口却是我们的入口 不愿再看到卖命工作的 消防弟兄王死 消防员再度站出来捍卫消防治安 更呼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赖金德别再摆烂 赖金德总统候选人 你现在的回复 还是把行政院敷衍基层的回复 复制贴上 现在立法院还已经修会了 他们罔顾了民众的公共安全 罔顾了我们消防员的职业安全 跑什么选举行程 死了这么多人 你们却只在乎你们的选票 长长的白布条上面贴满这十年来 殉职的消防员姓名 112年来从屏东 民阳大火到近期新竹民宅火灾 不幸殉职的新公分队长游上化 今年已经累积有六名消防员殉职 没有一个职业 应该要用生命来作为代价的 我们不希望这个布条一直加长 更令人伤心的是新竹新公分队 六年内接连有两位同仁殉职 致死原因疑似都是氧气瓶耗尽 导致吸入大量浓烟 十年了 结果悲剧一再的发生 这个执政党承诺我们的公安诉求 都可以跳票 难道在你执政的蓝图里面 没有消防员的安全 十年过去 殉职了44位消防员 却没有换来政府对职安改革的重视 消防员的接连殉职 不知道执政党与赖清德听见了吗 昨天又死人了 赖清德你骗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 介绍思源带去台北采访报道